11月6日一大早 郭敬明就冲上了热搜 这一次不是因为抄袭 也不是因为审美 而是因为男作者李峰 发文指控郭敬明性骚扰自己 李峰其实早在2017年 就发文控诉过郭敬明性骚扰自己 称郭敬明是2010年 和自己参加同一场签售会时 在酒店住同一间房间 对自己进行的性骚扰 但当时郭敬明并不承认性骚扰了李峰 还跑到法院去告李峰造谣诽谤自己 损害了自己的名誉权 不过当时法院并没有支持郭敬明 而是以郭敬明缺乏罪证 驳回了郭敬明的起诉 郭敬明不死心继续上诉 但最后的结果仍旧是维持原判 驳回了郭敬明的上诉 因为上诉失败 郭敬明性骚扰李峰一事 也基本上算是做事了 不少网友都相信了李峰的话 而郭敬明则从未承认过这件事 原本这件事在2018年就告一段落了 这几年更是没人再提起 没想到李峰今天又突然发文控诉 郭敬明性骚扰自己一事 这一次李峰将郭敬明性骚扰自己的细节 都讲述了出来 李峰说 郭敬明开始和他各自躺在一张床上 聊专业上的事情 聊着聊着 郭敬明就突然跑到了他的床边来 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背上 暧昧地抚摸着 他吓了一大跳 立刻抓住了郭敬明的手腕 阻止了他这个行为 郭敬明则笑了笑 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继续和他聊专业的事情 然而没过多久 郭敬明又跑到了他的床边来 这一次郭敬明的行为更加大胆了 直接动手撩他的短裤 想把他的裤子给脱了 郭敬明这一行为 彻底让李峰明白了 郭敬明想对他做些什么 李峰感到十分害怕 历生呵斥了郭敬明 不过郭敬明并没有死心 反而用言语暗示他和自己发生关系 告诉李峰尝试过之后 就会爱上这种感觉 最后郭敬明还很狂妄地对李峰说 能被四叶看上是荣幸 李峰如今把当年的细节发出来 就是想告诉大家 郭敬明当初对他做的事情 就是性骚扰 网友们看后纷纷评论道 我是信你的 但你答应跟他同住的行为过于潦草 是否也在试探 支持你曝光出来 好好生活吧 不能一直活在他的阴影下 打嘴架的事 谁也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只凭发博文字来举证 确实力度不够啊 而且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没完没了也挺烦人的 很像是郭敬明说出来的话 和做出来的事 李峰时隔六年的再次指控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有的网友认为李峰这是在炒作 毕竟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每次都只是发小作文 而且这件事 不管是六年前 还是现在对郭敬明来说 影响都不是很大 有的网友则支持李峰 认为李峰就该勇敢地站出来 把当年的事情说清楚 做使郭敬明性骚扰的行为 让所有人都知道郭敬明的真面目 让郭敬明从娱乐圈消失 郭敬明目前并没有回应李峰 按照郭敬明的脾气性格 面对李峰的指控 他应该会反击的 就是不知道郭敬明这次 是会继续告李峰诽谤自己呢 还是会冷处理呢 而说起郭敬明 那就不得不提之前 与他有着不菲关系的陈学东 郭敬明与陈学东的恋情 在当时算是公开的秘密了 连王思聪曾经都转发微博 做使郭敬恋情 据网友爆料 郭敬明和朱子霄在一起后 因为朱子霄劈腿某模特而分手 后来遇到了陈学东 于是展开了一段新的恋情 陈学东就是在郭敬明的作品 《小时代》系列电影中走红 并在郭敬明的绝技中担任主演 陈学东和郭敬明的关系 可以说是十分要好 甚至两人还传出激情传闻 陈学东伴随着小时代 走进观众的视线的 并且还是郭敬明力挺的男明星 陈学东火了的同时 随之而来的就是负面消息 陈学东整容也成为一个捆绑词 并且还是无论陈学东有多么的火 一直就有网友吐槽陈学东的整容部位 甚至还有网友直言 单眼皮变成双眼皮什么的也就算了 鼻梁整得那么夸张实在是不应该 并且还有网友称 看着陈学东的鼻梁就感觉怪怪的 而总观陈学东出道之初 或者是陈学东以前的照片 单眼皮是肯定的 并且还有陈学东的鼻梁也没有那么夸张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称 陈学东是整容直接变男神 当然吐槽的声音更是不少 关于陈学东与郭敬明之间的恋情绯闻 其实早就在剧版小时代开拍之际 就已经被外界炒热 据导演曲友宁表示 当时陈学东出演小时代得到了小四推荐 也因为小四的插手导致陈所饰演的角色一改再改 直至最后爆出陈刺燕剧版小时代的消息 事后导演去又宁公开郭敬明发给自己的短信 并怒斥小四 是你逼我们一定要用陈学东 还非演崇光或固准 你忘了吗 学东妈妈 若是东东没有演出意愿 又无合同 谁逼得了他定装 接通告 参与记者会 下次网络留言请三思 如此贴证 更是让外界秀出了郭敬明陈学东之间的恋情气息 郭敬明和陈学东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实关于郭敬明的兴趣向早在网络就有热议 1983年出生于四川自宫的郭敬明 按年龄来说也已经34岁了 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韩寒都早已成家立业 然而郭敬明这么多年居然连段感情生活都没有 你们不觉得太奇怪了吗 有位网友就分析说 一个身价上亿的富豪身边从未见过美女相伴 这一点足以说明郭敬明喜欢男人 这几年郭敬明从畅销书作家成功转换成了商人企业家 不仅赚钱还投身电影圈 自己做导演拍了多部电影 比如网友调侃的脑残粉丝人口统计电影系列 小时代 小时代二 小时代三 小时代四 让郭敬明身价狂涨 有人估计凭这些电影就已让他入账几亿 那么前面说了郭敬明的兴趣向很早就被人怀疑过 最早的绯闻对象是朱子霄 没错 就是当年出演过那部芒果台雷剧 一起来看流星雨 朱子霄此前一直是郭敬明身边最为密切的人 归中密友 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 他们实际上已经是情侣关系 后来让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就是陈学东 而之后郭敬明的电影里都有他 他都是男主角 不难看出郭敬明对他的喜爱 所以力捧 而且郭敬明的微博里常常提到他 记得陈学东曾经就爆料说只有努力的小鲜肉才会被郭敬明喜欢 当时很多网友就在想陈学东这说的怎么有点秘之幸福 而陈学东的话题也基本上跟郭敬明有关 但之后郭敬明陈学东还发生过天涯金丝雀事件 2010年一个疑似是小四公司员工在网上爆料 称老板跟朱子霄感情不一般 后来朱子霄劈腿一个模特 而郭敬明为了报复他 所以朱子霄被封杀了 看完天涯金丝雀的故事后 网友纷纷表示鬼圈真乱 而随着前段时间云之雨的播出 郭敬明又与剧中一名演员有了男宠的丑闻 近日网络上热议不断 关于郭敬明在社交平台上 频繁和年轻演员田家瑞互动的话题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不少人开始质疑 郭敬明是否对田家瑞特别偏爱 甚至认为他是郭敬明的男宠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话题的背后是怎样的原因 起初郭敬明曾在微博上 发布了与演员侯明浩的照片 但很快就删除了该条微博 这个操作引起了大量网友的猜测和讨论 他们认为郭敬明对待自己的男主角不够用心 每次都过分偏袒男配角 此后侯明浩曾评论郭敬明的微博 然而郭敬明并未做出回复 相比之下 郭敬明却与田家瑞频繁互动 引发了更多争议 此外田家瑞在云之雨中 凭借出色的表演脱颖而出 成功走红 现在又与郭敬明频繁合作 这使得一些人开始怀疑 田家瑞是否已经成为郭敬明心中的男宠 从而得到了特殊待遇 据了解 郭敬明对田家瑞确实非常喜欢 他们私下里还会一起参加一些聚餐 并亲自为田家瑞介绍一些人脉资源 就在前段时间 一名知名狗仔拍到了大导演郭敬明 与数位圈内有人外出吃饭的照片 尽管有助力和司机随行 但只有旗下一人田家瑞有资格与郭敬明共进晚餐 在餐厅中 郭敬明与其他大佬们畅所欲言 而田家瑞只能像个小媳妇一样坐在郭敬明旁边 幸运的是 郭敬明对田家瑞照顾有加 不忘夹菜给他吃 他们的关系引起了外界的猜测和争议 或许大家有没有发现 田家瑞长得很像郭敬明的一位故人 这也让郭敬明对他情感上有着特殊的亲近感 至于郭敬明为何对侯明昊的评论不回复 而却与田家瑞频繁互动 郭敬明也做出了解释 据他表示 当侯明昊评论他的微博时 郭敬明和侯明昊正好在一起 因此没有通过回复评论的方式与他互动 而田家瑞和林子叶之所以频繁评论 并截屏要求郭敬明互动 是因为他们两人都非常年轻 有着天真的性格 以上是关于郭敬明与田家瑞之间的友情 还是男宠关系的一些讨论 无论是友情互动还是男宠争议 我们希望能够以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些事情 并给予演员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毕竟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值得我们欣赏和鼓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